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时马中的赛事 其实较早之前我们也和大家直播过他们的比赛 今年一开始的第二天的赛事都打得有点艰难的 打了三局才可以解决战斗 他们今天对的对手就是波兰的罗格斯和拿提斯达 暂时这队的组合他们的世界排名其实也是很高的 由新型来看似乎波兰的选手 特别在女性方面 领寻高大 新型似乎跟男性选手 跟他们的男性选手都差不多 是的 即是在外国选手里面 他们都算大脆了 波兰方面 他们近年来的阅毛球运动 发展得怎么样 好像真的一般 这几年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手出来 刘永 今年先 新兴滚以辣的女商主教年 好 今天球员会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比赛正少开始 刚才你问过波兰的水平 波兰的前百名的五项里面 唯一一队就入到前百 就是这队 就是这队 这队的球路的分配是很重要的 而女性在网前的那个平快的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术 就是前后的这个搭配是很重要的 是的 女性发球一定要胆大 特别是对男性 很多时候女性发给男性心虚的 这么高在前面 会不会发到被他撲死呢 所以一般我们要求运动员发这些求疑 就跳着网 心就想着发哪里 但一颜光就看着网就可以了 没有看人 看人的话你会害怕 那你发完团以后呢 一般是发完团就跟着第三排又跟往 看着你的网前 这球是扣正在波兰两位运动员的结合部 因为他们两边有些场的情况 结果男性换球 他们真的 看样子 他们的男性那边比女性更矮 有点感觉 已经打烂就爬了 是的 这是马俊 来自山东的选手 很漂亮 我们看到马俊的前场的锋芒非常之紧 两个配得比较默契 所以随神刺直线 他都基本上封锡直线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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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对 对 來判斷他可能之前遇不到太大的考驗 自己的失誤 隨神殺球的落點選擇得比較好 中間結合身邊球 現在他的體能和狀態都很美 我剛看完幾個藍單的賽事 糾纏到最後大家都沒有力氣的感覺 那些好像在放慢鏡頭 這些好像在放快鏡 十十聲 其實他的後場這麼差的話 經常不用急 急到一上網坐得這麼大力 照完又跟進了 好漂亮 又是一球打射了兩個人的結合球 他們身邊球都可以防兩板 但他們的中路很差 而且他們的站位都好像不太專業 抽完球以後不是跟的 左腳還在前面 連續幾球得分的抽殺 都是在中路的位置 但講明他們的教練水平可能差一點 我們經常說雙蛋賽事 除了練個人技術之外 更重要是練兩個人之間的配合 和整個整體的表現 又回球落寶 這場賽事如果這樣發展下去 真的時間不需要太久 有些人想說... 吃比較都有 這個不可有的 吃我先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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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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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